随着国家元首苏丹阿杜拉陛下在星期六宣布 由土团党主席慕尤丁出任新首相之后 身为大马第八任首相的慕尤丁 今天一早就抵达布城首相署 正式打卡上班 那不过慕尤丁上任的第一天的活动呢 只限官方媒体采访 而且不会有任何记者会或者发表声明 我国第八任首相慕尤丁 今早大约7点55分抵达首相署 而大批官员也在一楼等待欢迎新首相 随后满脸笑容的慕尤丁在媒体的镜头下 正式打卡上班 在进入首相办公室之前 慕尤丁先和官员们一同念经祈祷 之后就进入办公室 签下身为首相的第一份文件 虽然才第一天上任 但慕尤丁的行程可不少啊 他在下午先回到若福老家麻坡的家族墓园 缅怀亲人 夜景还乡的慕尤丁一抵达现场 就被支持者包围争相握手 随后慕尤丁与夫人诺莱尼 就在父母的坟前进行祈祷仪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